自行取货,打开包裹后直接将环保包装投入回收箱 响应全民绿生活,购物品牌在全台成立百间置取门市 推出了这个循环的包装,减少了60万公斤的碳排 大概是相当于两个大岸森林公园的这个面积 目前我们观察就是有超过三成的民众 其实他都非常有意愿的就是使用这个环保包装 不用带很多垃圾回去,然后只要把我想买的东西带回家就可以了 最大的差别就是那个垃圾量是真的差蛮大的 透过下单选,自备袋,拆箱环,简单三步骤 即使在无人店面也能实践环保行动 一个是方便性变高,然后一个也是因为自己也蛮想要 就是可以更环保的购物,所以其实是蛮符合我自己个人的一些价值 我们预计希望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就是 节省240万公斤的碳排的像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做努力 透过回收再利用实践包装从源头减量 预计至年底可减少40万个指向用量 品牌、吸手、卖家和消费者一同响应环保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感谢观看最完整的新闻的新闻